我从小受一个思想的影响 这个高次呢 他叫傅大师 有人问他说 你是佛家呢 还是道家 他这个人他很奇怪 他就穿着一个道士的鞋 穿着一身袈裟 头上戴着个乳罐 人家问他说 你是和尚吧 他直指头上呢 你说你是道士吧 他就直指脚下的鞋 所以就说 我经历的这一切 几乎都在我的生活之中 我就觉得 一滴水不能够独立的生存在人间 即使生存如此的短暂 只有投入大海 海是什么 是佛家 是道家 是儒家 是兵家 是法家 是纵横家 是阴阳家 是 是百姓 是 是成名 是侨夫 是渔夫 他是涵盖了这一切的身份 当你有望其他人 才能够得其真 中心 此中有真意 欲辩有妄言 只有你能够在这个言外来能获得真知的时候 其实是谁家 以前有人一说过 叫呼牛慌马 一任十人去评说 这就是我一个态度 但当我身着袈裟 住在这里的时候 我必然是一个僧侣 但是我所作所为 我不以单纯的一个僧侣的界定 去界定我自己 当然就是这个人 感谢观看